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6月28号星期五 我们一起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昨天受朋友的委托去机场接几个人去民宿 等车来了一开门 我一看,这司机还是个老熟人 也是疫情前经常给我开车的菲律宾司机之一 司机一看我也一脸惊讶 然后他一脸坏笑 问我是不是没想过是他来接送 我点点头 然后这司机就开始跟我撤家长 最后不可避免的 就提到了现在中飞的问题上 然后我觉得他能跟我讲的东西 都是大概他真实的想法 因为说了点敏感的事 反正我只能挑一些能说的 跟大家聊两句 反正无关痛痒 不会挨发 大家就听着玩吧 第一个呢 小肥问我是什么呢 他说现在是不是因为中飞关系不好 那这个中飞之间的这个航班是不是都没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看不到中国游客来我们都买给地 而且呢 就是还有一些人 就是没有离开菲律宾嘛 然后呢 他觉得是不是中飞之间的航班没有了 所以呢 来想来的来不了 想走的走不掉 然后我表示不是啊 我说航班还是有啊 但是回中国的人呢 比来菲律宾的要多 那么来菲律宾的呢 大多数是来谋生的啊 然后玩的人呢 比较少 所以呢 这就可能是现在你看不见多少中国人的原因 第二个呢 小黑呢 他倒是对现在这个局势啊 表示无所谓 但是呢 没有中国客人能来菲律宾啊 呃 他就不太爽了啊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中国客人的时候啊 呃 他一个月现在就只能接七八天的活 而且他有两个孩子要养 压力比较大 那有中国游客的时候呢 他一个月大概能接二十天的活吧 所以呢 他现在特别想念中国游客回来 第三个呢 他问我 之前为什么没闹事啊 现在为什么闹成这样了 这事情闹得这么大 这个咱也不能太 就是乱说是吧 哎 反正就跟他敷衍了几句 结果呢 小黑呢 我没想到这小黑啊 还挺懂 这一些历史上的东西的哈 就开始给我从五年前的中非关系 一直讲到当下 啊 我是挺佩服他的 为什么呢 谁说他们不关心政治 是吧 只要是影响到他生活的时候 他也他也研究 为什么会 就是现在会有这种情况 啊 这反正这点话呢 我只能是听话听音 我觉得吧 可能因为他自己 自身生活的影响啊 呃 他还是表示啊 呃 就是他还是比较喜欢中国啊 毕竟呢 呃 由于中国客人的到来 真正能解决他生活的问题 虽然这里呢 就是现在我们这边呢 有很多的欧美人哈 也在这边 但是呢 只能是菲律宾的女人 从这个欧美人手里头 得到更多的好处 第四一个呢 他先问我 中国有多人口 我说有14个亿 啊 他不信 他说他们菲律宾有一个多亿 中国人怎么比他们还多 这就是他有点无知了 是吧 虽然以前我们是 独生子女政策 但是我们基数大呀 对吧 你菲律宾虽然一直能生 但也没能生过我们呀 对吧 没生过我们以前的基数 是吧 呃 然后呢 后来呢 我让他谷歌了一下 结果他发现 确实啊 咱中国人呢 比这个菲律宾人多 然后呢 后来他就惊呼 那你们中国人 是我们菲律宾人的十倍 那这个仗怎么跟你们打呀 对吧 这打不过呀 你们人太多了 我也听我就乐了 看来他不太懂 现在的战争是吧 现在战争 应该不仅是靠人万里田吧 对吧 现在毕竟不是这个 冷兵器时代对坎的时候了 第五个呢 就我问他 我说你是支持老杜 就是以前的杜特特呢 还是现在的小马 他说呢 菲律宾人其实都知道 小马他爹的事啊 而且呢 呃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说小马上台以后吧 他没觉得 现在的菲律宾人的生活 有什么呃 特别好的改善啊 特别是当时 这个说小马上台的时候 说这个米家要二十多匹 低于二十匹吧 一公斤 现在呢 都超过六十匹了 他非常的愤怒 啊 加上呢 这个老杜啊 是这个 怎么说呢 根上应该算这个米沙烟地区的 苏武这边的一个分支嘛 所以呢 他从这个地域上的这个感情来说 他更支持老杜 而不是这个小马 六一个呢 我问他 我说那万一发生了严重冲突啊 这个你们会不会攻击 这个我们在菲律宾的华人 他反正摇摇头告诉我说 他有百分之一的这个华人血统 他是菲律宾no Chinese 就是他是属于这种综合体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混血 所以呢 他说他是不会这个攻击中国人的 而且他们这里头很多人 多少呢 都有一点这个华人的血统 所以呢 他们大多数人都是这个菲律宾no Chinese 当然了 我印象里头 关于这个菲律宾跟中国人的混血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还是两个专门的特指名 特有名词 反正他也是这么说的 我反正仔细看看 我是没看出来 他哪儿长得像华人 但是他非说有 那咱就当他有吧 第七个呢 我问他 我说你知道吗 尼拉抓中国人的事吗 还有克拉克那边 然后呢 因为那天我接机嘛 他就指那机场 停着一辆那个菲律宾国家警察大巴 和我讲 说事 你要小心 一会儿你客人下来的时候 他们一定就会被直接抓到这个大巴上 我们这也抓 你最好别表现出你是中国人 你先观察一会儿 我会保护你的 说完呢 呀就乐了 你知道吗 嘿我一看 你说这菲律宾人他真傻吗 呀他妈居然能拿我开刷 看来不是真傻 你知道吧 他也挺敏感的 对所有的事情 他们新闻也没少看 反正我觉得吧 他说的话 有一定的可信度 小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呢 我家里有点事 可能这些日子就停更了一个礼拜吧 然后等我把事先 这些着急的事处理完了 我再回来继续跟大家下得巴